了解了我們說的這個跟液體的密度有關跟排胎液體有關之後 我們就出現我們的福利的公式 叫做阿基米德原理 福利原理 他說物體在液體中所受的福利等於其減輕的重量 等於其排胎的液重 因為我是向上支撐 所以重量會減少 支撐兩公斤重就減少兩公斤重 所以當然是所受的福利就等於其減輕的重量 也就是他所排胎液體的重量 這個考試考過 丟到酒精裡面 排胎酒精80克重 請問你福利多大 就是80克重 就是所排胎的液重 公式呢 英文寫作 B 等於delta W 我們講過delta代表的叫做改變 改變的重量 空氣中的重 減掉以中的重 在空氣中 重500克重 再以中 重300克重 福利就是500-300 200克重 福利500-300 200克重 OK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W-pline 有一撇 叫pline 這表示這個重量是特別的重量 不是 不是一體的重 也不是物體的重 是他排胎的液重 就是排胎液體的體積 乘以液體的密度 叫做排胎的液重 你的參考書 你的補習班老師 可能是這樣教你的 他說這個福利就是在液面下的體積 乘以液體密度 這句話挑剔的說是錯的 因為你不可以拿物體的體積 去乘以液體的密度 那什麼東西啊 但是 這樣講有個好處 什麼好處 一看就知道 這裡有個東西 放在這裡 這個叫做在液面下的體積 就是我說的排他液體的體積 有個東西乘下去 這個就是所謂的在液面下的體積 就是我說的排他液體的體積 所以教你說在液面下的體積的好處是 你一看就知道 我講的是哪個東西 但是挑剔的說 這樣講錯的 你不可以拿物體體積去乘以液體密度 所以我們這樣教你 就是這樣做 這個公式可以用在所有的福利計算上 東西丟下去會沉 東西丟下去會浮 五 明明要沉下去 把拿起來拿到一半 都可以這樣子做 都是福利 都是 一 減輕的重量 二 排胎的液重 排胎的液重就是排胎液體的體積 乘以液體的密度 就是我們的算法 所以請你把公式記好 另外還有一件事情就是 這個是錯的 為什麼錯 你的體積層密度算什麼單位 質量 克 例什麼單位 克重 克重 那也是因為我們在推倒公式的過程中 跟當初的進水壓力一樣 該用重量的地方 改成用質量 所以單位有出問題 你要自動調 雖然你用的是體積層密度 你最後寫的單位還是要給我寫克重 或者是公斤重 克重 公斤重才是力 所以我們這邊 是因為我們喬過 我們這邊換過 所以公式有點小問題 你自己把它改過來 它單位應該是公斤重或克重 請你 就是把公式給我備好 福利一定是減輕的重量 空一重重 減掉一重重 福利一定是排胎的一重 排胎液體的體積 乘以液體的密度 這個是重點 這個兩個公式 所有的福利 都可以用 所有福利 都可以這樣做 OK嗎 這就是 你要曉得的事情 無人無問題吧 不會